大家好 我是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我現在來到了福島 大家也感受到我現在周圍非常有熱鬧的感覺 我現在來到了福島的一個魚市場 沼のうち魚市場 大家知道因為福島它有一面是麵盤 然後他們這邊漁業也是非常的發達 我想今天就帶大家來看一下日本的魚市場 畫一下他們是怎麼畫的 是真的這樣 還是用手刺這樣比… 然後等一下也順便帶大家去吃好吃又新鮮的魚吧 好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的這邊是有活魚的地方 安康魚耶 我才有看到活的安康魚耶 對 然後來到魚市場就是趙子要放亮眼 因為他們這邊的動作真的都超級快 這邊的人跟我說 會先從最左邊的這邊開始 然後就是會開始去競標那個地方 他們競標跟我們一般印象中的競標很不一樣 就是我們一般競標的可能就是 要把就用喊…之類的 然後不然就是用手這樣比有沒有 但是他們這邊是別在一張卡片上 然後把它偷偷的放到那個籃子裡面的樣子 實際是什麼樣的我們等一下來看看 然後這邊我們剛才有看到它有賣活魚 就是還是活著的魚 然後可能還有別地方 還有各種不同種類的魚在那邊 然後我是覺得還滿難得 有這個機會可以看到這個現場 現在發現一件事情 就它這裡完全沒有那個魚市場的那種 海鮮的那種超撲鼻 它完全沒有 而且整體的感覺就是非常的乾淨 然後在想可能是因為這邊的天氣比較冷 再加上它這個地上隨時都有在那個放那個水 讓它流的關係 所以說這邊是完全不同的 甚至連海的味道我都沒有味道 超級強的 好 這邊又來一個商家 那他們現在準備要來卸貨囉 他們好像已經開始在競標了 我們過去看一下吧 所以大家就會像這樣子寫一張小紙條 然後把它放在籃子裡面喔 然後那個綠色的紙條就是他們寫的價格 當然我們這邊是看不到 不知道它實際出價是多少 這邊正在緊磨密鼓的奔魚貨中 他們正在選它的大小 然後他們現在在幫他們這個魚貨 筆木魚正在生耶 大家看到這邊是超大的 各位 現在大家人群已經聚集到我們附近了 我們等一下就來看看這一條超大尾的筆木魚 到底有多少人會去競標吧 另外現在完全沒有人來競標了 然後隔壁第二大小紙 現在已經有三個人競標了喔 主要專家的眼睛看的就是跟我們不一樣 這邊的人氣超高 開始因為有很多人來競標這條大尾的 然後他們後面還有寫數字 就是它現在的競標它是第幾個順位 對 然後因為機會難得呢 這一次他們也有人就代替我去競標魚 然後我想要吃吃看他們這邊 很特別是安康魚 然後另外還有剛才看到那個麻豆台 然後再另外再看看有沒有什麼其他好吃的魚呢 我也委託這邊有魚味幫我競標 這邊一般的民眾是沒有辦法進來的 所以說今天能夠跟著我一起看到這個 算是非常貴重的畫面喔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來競標一下 如果我們競標成功了 等一下再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競標到什麼魚吧 好 各位 這就是這邊的 吃人幫我們競標到的麻豆台 我們等一下有機會就再吃給大家看看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有競標到安康魚 我覺得真的超級樂趣 哇 這個超重喔 這就是我們競標到安康魚 不利不利的感覺 對 安康魚的膠原蛋白也非常好 我們才能夠好吃 好 就先這樣 不要好動喔 來到了這個地方是小民兵的魚市場 其實福島這邊他們對於他們補上來的魚貨 都會進行嚴格的把關跟檢測 除了他們政府他們單位也會來檢測之外 另外我們現在來到的這邊是他們那個魚業協會 他們自主的做一個檢測 然後當然我們現在看到後面這邊 他們在切這個魚 他們不是要來料理 他們是要把那個魚肉把它片下來 然後之後就是用特殊的儀器 你去檢測裡面到底有沒有放射 然後我們現在稍微來看一下吧 剛剛競標到的這個麻豆台跟安康魚 也在這個list裡面 他說他們這是每一天所補上來的所有魚貨 每一個種類都會抽一個 然後來進行這樣的篩檢 算是非常的完全喔 他們這邊對於放射能的檢測說真的非常非常的嚴格 像是以世界基準來講 世界基準你能夠出貨到外面 你是必須要1公斤 1,100L以下 你才能夠出貨到世界各地區 然後日本這邊最高只要100 超過100的他們就不會送出到國外去 然後這邊的檢測是以50為單位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他們這邊的檢查的基準 跟世界比起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嚴格 所以大家能夠吃到 在市面上的福島這邊的水產 基本上都是完全沒有問題 請大家一定要放心喔 好 那我們現在來稍微看一下 就是他們這邊的一些檢測所要處理的一些過程 還有他們實際的儀器怎麼測試 順便等一下有機會讓我也可以問問看這邊的人 看看這邊到底有沒有什麼好吃的海鮮喔 他們有分兩種的檢測方法 一種是像這樣騙魚 你把它騙下來另外一種是會把它弄碎之後呢 然後像裡面這個 再看他們就會把它裝在一個這樣的罐子裡面 然後放到這個儀器裡面去測試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檢測的結果就會滿了 現在世界上的方向還要是有的 現在世界上的方向還要是有的 還會有的 海外人的多個方向來的 現在新人的方向來的 現在新方向來的市場 現在新方向來的市場 出荷栽域的防止症狀態 可以吃的食材也有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吃的 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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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看到他們現場在做這個檢測 大家有沒有變得比較安心了一點點呢 像我真的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完全不公開不透明的情況之下 你擔心是很正常的 但是像這種他們每次每一天 他們是每一天漁獲上來的時候 他們都會做檢查 而且他們都會把數據公開 我覺得這一點其實是安心的 你真的有餘慮的話 你就可以上他們的公廊去看 而且他們現場檢測的這個環境 也稍微可以透過我的影片讓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如果大家以後有機會看到福島的漁產的話呢 我覺得是可以試試看的喔 好 那我們等一下差不多這邊看完之後呢 我們要準備進行今天午餐的要吃飯了耶 然後我們剛剛進標道的漁呢 我們晚一點才會再吃給大家看看 好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出發去吃漁餐囉 這個他們那個筷子的袋子喔 我們老闆臉就在 在陰在上面 然後另外呢他們還有在做一些這個 比如說部落格啊 Facebook 也有Instagram的 有興趣的可以去follow一下喔 哇 那魚好鮮甜喔 好吃 配上這個應該是醋飯吧 嗯 喜歡吃海鮮的人一定不能錯過這裡 接下來是這個煮魚 紅燒魚 應該算有點像紅燒魚的感覺 哇 好吃… 現在又來到另外一個地方喔 然後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今天早上 就是去看那個賣魚的 競標魚的地方的時候呢 有一個非常親切的媽媽有沒有 就是那九寶木太太 我們請她來教我們做 就是我們競標的安康魚跟 碼頭雕的一些料理做法 請問一下請問一下 老手 然後魚皮之類的部分呢就在這裡喔 這個 也可以 對 也可以 對 也可以 對 也可以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 也可以 安康的魚肌 對 對 然後這個 也要把這個 喔 明白了 這個是安康魚肝 這是吧 對 喔 先炒一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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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這個安康米鍋 我們一滴水都沒有加喔 它現在已經這樣子生水起來了 感覺就很好吃 吃一吃 來 先試嘗嘗味道 幫我多多一多 多一多 好吃 吃喔 吃 OK 安康魚鍋完成 各位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做出來的 就是安康魚的豆腐汁 安康魚它有分兩種料理 一種是豆腐汁跟安康魚鍋 它們的差別就是我們剛才所做的這個 它是沒有加任何一滴水 它就是用安康魚鍋去炒過 煎過 然後讓它自然生水出來 安康魚鍋就是另外有在加水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裡面都是滿滿的安康魚精華 好 我們先來喝一口看看 濃厚但是又不膩 好好吃 然後再來吃一口安康魚 安康魚好軟喔 好吃耶 而且它滿滿的那種膠原蛋白的感覺 哇 它蘿蔔是這麼容易入味的嗎 也好好吃喔 天啊 然後看就是安康魚錫的部分 但是它這個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 哇 超Q耶 好吃 因為我們看到安康魚的那種外觀 你看起來可能會覺得它長那麼醜 然後味道可能會有點不好對不對 不過其實它做出來整個超好吃 而且完全沒有任何的魚腥味 接下來是這個碼頭雕 它的肉很緊實 然後吃起來很QQ的感覺 然後你越咬 它的甜味會慢慢的散發出來 對 哇 這也是很好吃 哇 吃了安康魚鍋之後 整個超級滿足的 然後我們差不多呢 今天因為已經太陽有點開始西夏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去我們今天要住宿的飯店 然後等一下又會吃什麼呢 不好意思 這一集一直都在吃東西 不過沒辦法 這個福島這邊的海鮮真的是太新鮮 太好吃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去我要住的飯店 Check in吧 好的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我們今天要住宿的飯店 它叫做シンツタ 然後這邊也可以吃到非常非常多福島這邊 很新鮮又好吃的海鮮喔 我們來看看有些什麼東西吧 超好吃 超新鮮 傳說中的暮光一夜乾 它的皮很酥脆 然後裡面的魚好香喔 黃金阿音康魚 三蛋 minimize啦 很好吃 看看這油亮的牛排 超軟 超好要喔 Yorky的明霧期冰鍋 大家看看這裡面有好多海鮮喔 好吃喔 湯也超好吃的 這個呢是那個金木雕 金木雕的魚超軟 魚肉超軟超好吃的 皮有吸收那個醬汁 甜甜的好好吃 哇 這一餐真的超級滿足的 所以福島這邊呢 我真的覺得他們這邊真的是地靈人潔 就是可以採到非常新鮮又好吃的海產 然後經過這支影片來 這樣下來的餐廳大家也跟著我看了非常多 而且他們說真的每一樣海產 他們都有經過嚴格的把關 所以我相信大家應該也是不用太過於擔心啦 好 那我們等一下吃完飯之後呢 我們等一下就準備去泡一下他們這邊的溫泉 今天就好好休息 那我們明天再見囉 泡完澡了 來一杯咖啡牛奶吧 來日本泡溫泉就是要喝咖啡牛奶 大家說是不是呢 不過也是有牛奶派的 你是哪一派呢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唷 我們等一下刷牙齊眼之後呢就準備睡覺囉 おやすみなさい 好 我們現在已經Check out出來了 以上就是我這一次來到福島11了 帶大家來看一下福島的海鮮 從那個競標到後面的處理 還有就是那種檢驗的一些過程 然後還有實際吃了非常非常多這邊的海鮮料理 雖然說在10年前所發生這些遺憾的事情 讓大家對於這邊所吃的東西 可能有一點點不放心的感覺 但是相信藉由這部影片也可以讓大家看到說 他們對於這方面的嚴謹謹慎 還有這邊的熱情 應該大家都感受得到吧 好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也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一定要開啟小鈴鐺 然後可以上傳新的影片 才會在第一時間通知你 你也可以可以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用最適合放在製作 那今天的頻道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